三分鐘不用寫夠系列 那這次要介紹的是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APP 它叫做強化式學習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signer 那在這個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signer裡面呢 你可以不用寫程式碼 就可以很快的去建立一個 強化式學習的一個規則 這個決策 並且它可以在裡面 建立它的engine 建立它的environment 以及可以做chaining跟simulation 那下面這張圖呢 就是它chaining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等一下呢 在介紹過程中呢 就不會進行chaining 因為它chaining需要花點時間 所以呢 會以主要的架構設置 還有一些simulation為主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可以跑出 這個chaining result的一個畫面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PP 首先呢 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signer裡面呢 它會按照一些步驟下去執行 那我這邊是已經先創立了 那它的步驟會是說 你要先去建你的environment 那我們可以點這個new 那在environment裡面呢 它有兩個base 一個是meta-based environment 一個是simlink-based environment 那它會根據與你的base不同 所以執行的內容跟方式會一定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以mere-based來看喔 那不管以及跟simlink-based來看 它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是 今天我們在同一種環境的背景下 比如說這個carport的環境下 我們都會有所謂的離散的跟這個連續的 那離散的是比較容易去完成 那連續的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離散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離散動作 比如說往左往右 那如果是連續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一個速度 一個加速度去做呈現 所以要做到這個 那連續的一個控制 會比較困難一點 離散的會比較容易 那在meta-based裡面的environment 我們大概分了三種 第一個是這個carport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這個integrator的部分 double integrator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是那個鐘擺 那它這邊還特別有講說 它是用影像的方法 來去看 來去觀察 這個鐘擺的一個角度 等等等等 OK 所以在我們meta-based environment環境 有這幾個 那根據不同的environment環境呢 如果我們接下來去建立我們的engine 我們可以點這個new 那在建立engine的時候呢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載入的是 離散的跟連續carport 還有這個離散跟連續的integrator 那我再建一個這個離散的鐘擺好了 OK 好 那在進入engine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根據你的environment的不同 比如說今天 你是 比如說離散的這個carport 那 它會 跟你講建議的這個演算法會不太一樣 比如說在這裡面 它可能就建議 DQNPPO 跟TRPO 那如果你今天變成是continue的話呢 它就不建議你使用這個DQN了 可能會建議你使用這個DTPGO 或DT3 或SAC等等 所以它會根據你的environment環境 會去 呃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 會建議哪些比較好 那比如說 像是在離散的環境呢 DQN可能就可以 但是在continue的就沒有辦法 好 因此 我們可以在這邊去設置 我們想要 呃 想要的environment 跟我們的 這個演算法的部分 那 以及在底下的neo network的話呢 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不要使用RN的格式 跟你的這個隱藏層 隱藏的note要多少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繼續往下看 好 那假設我新建了一個叫engine3 好 在安全數裡面呢 我們在overview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 這個觀察值 跟我們的action的部分 那 因為我們剛剛選擇是離散的嘛 所以我們的action 是屬於離散去做控制 那在這邊的話呢 它有些hyperparameter 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 今天你的一些 嗯 sample time啊 或者說你的environment excrement environment的一個設置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GPU 跑比較快 還有這個batch size 那它還有一些新的一些 應該說更多的一些option 可以做一些設置 好 那你可以再開進去看 比如說我的automizer 要用什麼 比如說我的gradient search hold model 要哪一個 那以及我們在底下 我們可以去設定 我們的這個expiration的部分 那根據不同的算法 你是expiration的一些設置 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現在是以DQN為主的話 我expiration的設置 大概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改成 比如說以DTPG為主的話 我的expiration的話 的設定啊 它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這是針對於你的演算法不同 那你的expiration也會有點不同 那以及在我們的hyperparameter上面呢 比如說在我們的DTPG 我們就有anchor 跟critical 必須做設置 那在我們的DQN的話 是就沒有 就是一個嘛 它就不會有這個anchor 跟critical的問題 好 那如果以上都設置完成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進行training 那training的話呢 切記這邊的environment跟engine要選對 因為你這邊的這個engine 它其實會限制在某一些environment上面 如果你選錯的話 它是不能執行的 那在這邊的話呢 也有一些training的一些option 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那包含了你要怎麼去 限制你每一次任務的次數 然後還有任務的長度 那以及呢 你要多少的value 根據多少的value的內容 你可以去做一個stop 那這邊可以去設定 比如說我要根據我的average reward 平均的這個reward的數量 達到多少以後就stopping 然後就換下一個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去做一些training的 一些參數上的一些設定 那以及剛剛沒有提到的是說 在我們左下角其實有些preview 比如說有些實驗的preview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 那如果這邊假設都 痾...training完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拿到的是一些 痾...training完的數據啦 好 那這個我可能提早按到了 好,train state的數據 好像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我們training完的一個數據 比如說我今天走的是這個dqn的部分 那這是我完整的一個 training的一個數據的內容 然後跟它的圖表 好,那如果我training完成之後呢 我可能會進入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的simulation 我想simulation一下子 我目前這個engine的狀況 所以呢,我可以去選擇相對應的內容呢 來進行simulation 好,那simulation完之後呢 它會跑這個始祖 這個我們simulation完的一個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數值 比如說這個就是這個累計的revol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它這個inspect simulation的data 你可以再進去看它 你每一次去run它的內容 比如說我想看的是前三次的一個revol狀況啊 ok,我可以將這些詳細的數值再調出來來看 那以及呢,我可以去將這樣的結果啊 完成了之後呢 我可以將這樣的結果去做個輸出 ok,simulation的這個result的輸出 所以最終呢,我可以將我這個訓練好的engine 比如說engine1去做export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去export我想要選輸出的內容 那我就可以將這個engine1去export到我的畫面上來 那以上呢,就是在我們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designer裡面 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讓你在這邊去 不用寫程式嘛 去很快的去建立你的engine 匯入你的environment 然後去做你的engine的training跟simulation 然後最終將你chain好的engine呢 把它輸出出來 那就可以直接來做使用了